我還沒進十季之前 因為老闆正在轉型 那可能我比別人認真 所以老闆就很放心的把權力都交給我 這樣就是老闆再來就是我最大的 你們全部都是要聽我這 學活法以後才知道原來那個叫做貢高我慢 我進入慈濟培訓受證以後 在慈蘭帶慈蘭的孩子的時候 透過側面的了解 因為他們覺得說來到慈蘭 只要師伯上台 他們講的師伯就是我 只要師伯上台 就是會罵了 我當場就跟他們探訪 我說從此師伯 從此以後 不在你們任何一個孩子身上 講上一句不好聽的話 我不是跟你講你要會跳嗎 你會不會跳 從那當下 我才體會說 原來上年講的 懺悔得清淨的意思是什麼 我跟孩子之間就沒有那種隔代 就是像朋友一樣 什麼事都可以聊 請請您幫幫我 我們希望說 透過我們本身的 就是本身走過的 來影響 影響家長 那我們更希望我們的家長 一樣用菩薩的心來愛自己的孩子 用父母親的心來愛別人的孩子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